俄罗斯大举出兵入侵乌克兰的战争话题 没有想到也会引发友人之间的肢体冲突 18号凌晨 吉安乡一名男性 以及两位友人 在南华一处公寮喝酒聊天 没有想到几杯黄汤下肚 在谈论到乌尔战争后 却因为立场不同 因此爆发苦叫 甚至是气到拿出菜刀 把人给砍伤了 监视器拍下一名男子拿起物品攻击 只见两名男子从屋里吵到屋外 用力拍桌吵得不可开交 甚至这口角纠纷 最后演变成攻击事件 事发现场东西凌乱血迹斑斑 当时嫌犯持力气攻击 造成被害人颈部和手部两处刀伤 手部则有6公分的伤口 事件就发生在17号晚上 花莲吉安向南华街 陈兴嫌犯和被害人喝酒时 聊到乌二战争 因为被害人挺乌克兰 一言不合爆发口角冲突 一旁的灵性有人帮忙劝阻 还是拦不住 传信嫌犯坦承 因为当时喝酒情绪失控 才会攻击朋友 酒醒被逮后相当后悔 索性被害人送医救治后 没有生命危险 一场朋友喝酒聚会 居然因为一时冲动 不止两人的友情一刀两断 也让自己吃上官司 记者刘明胜 宋志宁采访报道